早上好 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 今天是2020年11月11号星期三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要闻值得关注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并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向博敖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致贺信 中央文明办公布 昆明等133个城市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济南等151个城市保留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截至9号24点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24例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 为境外输入 第三届金博会10号在上海闭幕 本届金博会累计一项成交726.2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2.1% 国务院扶贫办消息 截至10月底 中西部22个省份销售扶贫产品2276.65亿元 超额完成2000亿元年度消费扶贫任务 10号 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 坐底深度10909米 美国因香港国安法制裁4名中方官员 我外交部回应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立即撤销所谓制裁 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10号傍晚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459886例 死亡病例1257523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